山西博物园,前身是民国八年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 新馆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冰河西路北段 2005年正式对外开放 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馆藏征品50多万间 山西大帝石器时代就已经点燃文明之火 姚帝在这里建都 600年的静之魂在这里延续 所以山西大帝的宝贝真的太多了 也就和河南一样 都是墨金校尉们最爱的地方 今天要介绍的26件内藏国宝 会让你见识到山西大帝的魅力超乎你的想象 1953年 林坟市湘坟县丁村一带的坟河河畔 发现了距今50万年至2万多年前的旧石器遗址 里面出土各类石制品 动物画石,古人画石等等 这件三轮尖壮器便来自其中 为灰色角叶岩制成 属于古人随身写的小工具 同时也是杀伤性武器 在显微镜下 如今还能看见当时使用的磨损痕迹 以及加工对象的残留物 学界一般认为 所有古人都来自非洲 然而越来越多的实物资料 DNA 分子学研究表示 中国大陆的古人 并非全部由迁徙而来 而是和本地土著融合后诞生的 丁村人的骨骼特质便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的山西大地 气候温暖 焚合河谷生态完美 你在电视上能看到的物种几乎都在这里安了架 丁村人就在这样的天堂中繁衍深息 丁村遗址填补了中国旧时期中期的考古空白 他们的工具也是大陆发现最古老的时期 所以又给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到哪里去 增添了新的谜团 之前彩陶罐 是1989年 出土于运城市瑞城县的金镇庄存 来自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当时的先民们早已掌握了制陶技术 彩陶罐通底橘红色 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 口大而低小 陶罐上用黑色涂料 绘制了连续的弧线和圆点 这些线条组织的图案 属于养梢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纹饰 考古界的大佬们表示 这是由鸟文逐渐演化而成的抽象图案 这件彩陶罐体型硕大 深埋地下6000多年 出土时竟然完好无损 所以极其珍贵 在静南 香坟一带 还有个别称 丁陶 丁就是指的上面发现古人类遗址的丁村 而陶便是指的陶寺遗址 1956年 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 丁村一带自然成为普查重点 丁来普先生 在丁村不远处的陶寺村附近普查 发现了大量的灰陶片 属于当时考古界的未知领域 陶寺遗址的考古就此展开 丁先生来到陶寺普查 遗址就这么被发现了 所以姓名有时在冥冥之中 赋予你不可思议的使命 陶寺遗址距今4300到3900年 遗址面积达400万平方米 城址面积280万平方米 有着分布有序的宫殿区 居住区 墓葬区 祭祀区 仓祖区 手工业区以及观星台 并且出组了铜器玉器 彩绘陶器 朱疏扁壶等数以千计不可思议的真品 显然这里的居民绝非原始不落 根据史料记载 瑶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直接与这里吻合 所以陶寺遗址极有可能正是传输中的瑶帝国度 高古人员在其中的四座大墓中分别发现了一件彩绘龙盘 龙盘的位置都放置在墓主人右侧偏上 龙盘上均绘制着曲卷的盘龙 这是最高统治者的象征 也就是说这四位都是王 唐寺遗址发现了最古老的龙图腾 最早的文字 最古老的观星台 最早的天文观测系统 最早的金属齿轮 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等等 曾一度是国内最大的事前都城 直到梁主古城和时髦遗址的出现 1959年 吕梁市十楼县桃花者村的生产队 圣员王月亮在耕地时 一不留神挖到了一堆青铜器 考古人员飞速赶来 发现竟然是一座商代古墓 但因水土流失早已依偎 梁具尸骨的身旁 有着不少青铜器 玉器 金器和骨器 民间传说 这座古墓正是江子牙岳父的墓葬 古墓里发现的这件青铜龙行弓 是江子牙的岳父教他铸造的法器 为民起伏专用的 一般弓是长这样的 而龙行弓却非常另类 属于弓家族中最赏光的那件 绝对的地球孤平 龙行弓造型更像是一只鳄鱼 它长着脊脚 呲牙裂嘴 露出一排没那么整齐的牙齿 气身两侧各有一堆穿孔 也就是说可以吊着用来加热酒 所以商人喜欢喝酒 为了喝酒还能玩出新高度 龙行弓气身遍布精美的龙吻 蛇吻 驼吻 驼就是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杨子鹅 这也印证了3000年前 山西绝对不是什么黄土高原 而是属于各种动物们的天堂 所以在山西河南出土的青铜器中 你也经常能看到大象和犀牛的形象 古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凤形畸形器 和一件人手畸形器 这是目前出土发现最早的发展 绝对的鼻祖级别 静博的这件兽形弓 是1976年 在镜中是灵石县经界遗址的山晚期墓中发现的 整体以雷纹为地 满花浮雕 有着超强的立体感 可以说是目前发现最精美的弓 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还拥有着浓眉厚唇的造型 专家们表示 从墓中出土物来看 灵石县这里 在商时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方国 这个方国被称为阁 然而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 兽形弓在静博以单独掌柜展出 可见其拥有着绝对的地位 公元前1046年 武王灭伤建立周朝 武王去世后 周公弹设政辅佐年月的陈王 公元前1035年 中侯国唐国发生叛乱 周公弹率军平息 周陈王将唐帝分封给了亲弟弟书渝 书渝成为唐国国军 唐帝这里曾属于下朝的中兴区域 又是多民族混杂之地 周陈王为书渝制定了 齐以下阵 将以容索的治国策略 实现了唐帝的长治旧安 书渝死后 他的儿子姬谢继委 将唐国改名为晋 成为第一代晋侯 竹书纪年中 记载了谢父改晋后 因为建造了华丽的新宫殿 被当时的周王骂得狗血淋头 然而关于唐书渝始风帝的确切位置 自汉代起 各派大佬们都争论不朽 直到1991年 在山西省曲沃县北兆村天马遗址 发现了晋国早期的皇家陵园 至此 晋国早期的大门徐徐打开 考古人员先后清理出19座大墓 其中18座分别是9代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 还有一座是第8代晋侯次夫人的墓葬 晋侯墓地出土的精美器物 已达上万件 2000年 林焚市曲沃县警方 致电当时曲沃县文物局局长孙永和 告诉他案件审理中 一名在押的摸金校尉 共出了98年时 曾引爆一出大墓 顺着线索 考古人员找到了晋侯墓地的两座墓葬 其中一座被盗的破损不堪 还有一座完好无损 这正是第一代晋侯谢妇和他夫人的墓葬 鸟尊正是位于被盗棺果之间 发现时早已被炸成100多块碎片 北京大学文武专家胡东波和杨献伟 完成了鸟尊的主体修复 但是鸟汇和鸟尾橡皮部分丢失 2002年 鸟尊前往上海参展 上海专家再次对鸟尊进行修复 然而橡皮到底是内卷还是外翻成为争议 直到近年 在整理倒洞附近泥土中残留的碎头片时 竟意外发现了鸟尊剩余残片 还真是内卷 2019年 完美修复的鸟尊重新回到晋国斩处 鸟尊以凤鸟为主体造型 回首为阳 瞪着大眼 双翼上卷 傲视群雄 鸟尾盖上 站立着一只迷你凤鸟正在仰望大牢 凤尾内卷的橡皮与剑朔的双腿 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 鸟尊气概及内腹部 都著有相同的九字名文 告诉我们 这正是来自第一代晋猴打造的晋博重器 属于晋博的真正丸之宝 1992年 北大考古教授邹衡和他的学生们 正在天马遗址进行考古 然而不远处的发丘中狼将 几乎是和他们同步工作 直接来了一下大引包 纵横赶到现场一片狼藉 里面的珍宝被洗劫一空 而著作墓的主人 正是第七代晋猴积苏 被遗忘的这两枚青铜编钟 正是大鸣鼎鼎的晋猴苏中 被盗走的14枚编钟 最终被上海博物馆馆长 马成元先生在香港买下 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16枚编钟共有名文355字 完整地记录了当年 晋猴侯跟着周立王征伐凤雷 并且大获全身 此时的晋军已经开始出戮松马 所以这套编钟又被称为王赐苏中 在上海博物馆 非常多的无上之宝 都是来自山西大地 比如苏硕夫方眼 子中江盘 以及让人无比心痛 混原县青铜宝库里的混原西墩 等等等等 如今在晋博 16枚镜猴苏中 只能以图片的形式进行合避 镜猴猴目中 还发现了一件镜猴匹壶 仿佛造型灰弘大气 纹是流畅华美 湖盖内著有26字名文 名文中镜猴匹 是唯一能于史记中 记载姓名相吻合的一位镜猴 这是皇家陵园中 目前发现配置最豪华的墓葬 而墓主人竟然是第八代镜猴 镜墓猴的次夫人 她的墓中随葬品多达4280件 仅预器就有800多件 这套长度近2米的玉祖配 由204块玉器组成 每一片玉室上都雕有精美的文饰 并有玛瑙和绿松石点缀期间 最下端还有两只金星雕琢的玉燕和玉蚕 栩栩如生 中国人对玉的喜爱 绝对早已刻在基因中 并且随着年龄的变化 会愈来愈喜欢 直到无法自拔 如此奢华的玉祖配 在当时属于至高无上的奢侈品 诗经中便记载了一位美女出游时 身上带着玉佩相互碰撞 从而发出悦耳的声音 成为整条街上最闪耀的角色 在随葬的一对青铜器上 考古人员发现了九字名文 其中杨吉很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名字 而杨吉是谁至今没有任何记载 如此豪华的随葬配置 难道他才是金木猴的一身之爱 还是因为他曾经过立下大功 这些谜题就只能靠你来解答了 杨吉木中还发现了一件玉戈 玉戈上雕刻着诡异的人手神兽纹 并且在人手的细部 雕刻着密密麻麻代表发丝的平行线 不管你视力多好 趴在掌柜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不幸你可以去试试 公元前585年 靖景宫将靖国的都城迁到了新田 这也是靖国历史上最后的都城 我们熟知的各位大佬如老子孔子鲁班等军活跃于新田时期 新田一史靖国尚能维持靖文宫开创的霸业 新田后期靖国国内政局分化 出现了韩兆魏梵智中行六大全卿 史称六卿专权 他们为了相互制衡 经常举行盟视 先要割下牛羊猪马等牺牲的足二 取卸成于七名中 参加结盟的人一字开合 这就是煞血 盟视具体的内容则是用毛笔沾着朱砂 在玉石片上进行书写 称为宰出或盟书 一般为两份 由盟主将一份收藏于官方机构 另一份则埋入地下或沉入水中 猴马盟书正是当年埋入地下的那一份 在出土的5000多片盟书 能辨识的656片上 煞血为盟所记录的 正是韩赵卫治四族联合灭掉 范中行两族的事迹 猴马盟书的盟主正是赵检子赵阳 当然专家们目前还没有下最后定论 公元前453年 韩赵卫三家奋进 天下莫强的经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猴马盟书是1965年 在猴马市电厂基建工地发现的 然而考古发掘还没有结束 小家门开始了扫荡 考古主持者张翰先生在牛棚里 一呆97年受尽折磨 1973年张翰重新开启研究 他正是猴马盟书的破译者 时至今日 猴马盟书仍有很多的未解之力 1987年 太原市南郊金圣村一电厂扩建时 意外发现古墓 根据其中出土的一件 隔上的明文推断 墓主人极有可能正是进阳城的缔造者 也是猴马盟书煞血为盟的盟主 靖国正亲赵检子赵阳 照清墓内的出土 几乎渐渐都能在靖国牌子上名号 如霍顶 鸟尊 刨虎 虎行噪等等 如今全部前往山西青铜博物馆安的家 成为了那边的正馆之宝 山西青铜博物馆属于靖国的分馆 因为山西大帝宝贝太多 导致盗墓猖獗 那些被追回的实在是放不下了 于是直接成立了一座新馆 逆天之宝一尊及进攻盘也在青铜馆里 关于青铜馆未来会介绍给大家 还有那不得不提非常著名的文喜603专案 在博物馆里 我们能看到大量的青铜器 然而关于这些青铜器制作的模子古物 却很难见到 20世纪50年代 考古人员在侯马市发现了靖国筑铜遗址 处处逃模逃犯十万多件 完整或成套的有近千件 七型和文士几乎涵盖了东周时期 靖式青铜器的全部范畴 中国古代主要采用模范胶筑法来铸造青铜器 其中文士突出的叫模 文士凹陷的叫范 一线青铜成品能否被完美铸造 最关键就取决于模具 模合范便属于青铜器铸造的核心技术 也就演化成了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模范 这件滔铁文模与这件举手人物范 堪称其中的精品 1953年 长治市石子河分水岭附近发现了数百座古墓 这件铜锡丽人琴盘正是来自其中 整体造型唯一女子举着镂空的圆盘 站在神兽的背上 神兽面部像牛 耳朵像老鼠 四体像马 腹部像猪 尾巴像墨 是一只纯纯的五不像神兽 专家们挠着强者发型的脑袋 也没想出来这到底是啥 最终表示 这应该是古籍中犀牛与猪的组合 犀兽 2000多年过去了 如今举着的圆盘仍然可以随意转动 甚至可以拆戏 这件铜锡丽人琴盘同样属于地球固品 关于它的用途也全是猜测 有的说是G40用的托盘 有的说是放置油灯的架子 也有说纯粹就是个摆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想法呢 1962年 烁州市幼鱼县高家宝公社大川村生产队 前往不远处装窝瓶抢收迷子 随行的小朋友们悄悄溜到一处沟里玩 结果直接捡到了静光闪闪 来自西汉的史诗级青铜装备 考古人员火速赶到来到小朋友家 做完家长思想工作后将装备取回 分别奖励了20元至90元不等 并且全公社的人都奖励了一支钢笔 虎夫九尊及虎夫温九尊正是这些金闪闪的装备 虎夫九尊整体为盘状 外围装饰有三只瘦瘦闲环 虎夫温九尊有两件 气身为大支筒 气底有三只雄行族 它们通底都浮雕着动物文士 有来自中原文化的猛虎 凤凰龙 甚至还有九尾狐 还有来自草原文化的狮子 羚羊 骆驼 大雁等等 虎夫九尊与温九尊都刻有名文 清晰地记载了气武制作的地点 主人 用途 重量 和铸造年代 此时也正是匈奴和西汉和平相处的时代 然而气武主人胡傅 专家们翻遍各种正式业实 都没找到他是谁 气武主体为典型的中原风格 但动物文士又散发出草原的气息 出土之地是山西北部 林长城与内蒙古交界 属于当年匈奴活跃的地方 并且胡人们也经常沿着丝绸之路来到这里 胡傅九尊与温九尊 便属于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产物 燕鱼铜灯 1986年出土于林坟市香坟县的吴新庄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类铜灯通过古人精妙的设计 有效解决空气污染 是又能保持清洁的绿色环保灯 关于铜灯的使用说明 这便就不再多介绍了 铜灯采用中国传统擎鸟鲜鱼艺术造型 灯体由燕首 燕体 灯盘和灯罩四个部分组成 并且当年是有上色的 如今燕身上还隐约能看见当时的色彩 除了静博收藏来自香坟出品的之间 相同款式的燕鱼铜灯陕西历史博物馆也有 中国国家博物馆也有 同样功能的环保灯 还有南京博物院的错银铜流灯 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公灯 目前一共发现就有六个 也就是说 这种铜灯在汉代贵族圈 真的非常流行 谁家要是没有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静巢还有人专门写了一首钢灯附 来专门赞美这种绿色清洁的环保灯 九人组成的杂技表演员 于2001年发现于大同市水坡寺附近的北魏墓葬中 中间的大脑门顶着高杆 杆上有着两位飞舞身姿的娃娃表演者 围绕着的六位 他们头戴圆顶战帽 神态不易 六人手中原本应该持有不同的乐器 他们的面部特征都是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并且衣着也都是西亚的风格 杂技起源于仙情 西汉时兴盛 高杆表演就属于汉代百戏的一种 自汉时张谦开辟丝绸之路 昔与各国的使者 商队 僧侣都来到长安城 北魏时期长安城早已不是帝都 取而代之的便是首都平城 因为这里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大都市 1965年 大同市平城区的石家寨 几位村民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一座古墓 考古人员从天而降 发现古墓早已被盗 不过依旧出土了454件古墓 并且这次的魔金校尉是真的不识货 漏掉了真实实际国宝 这座古墓的主人正是北魏狼牙王司马金龙 司马金龙是谁 听到这个信 估计你已经踩到八分 他的祖上正是东汉时期的名门 诸葛亮的死地 大名鼎鼎的司马懿 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接受魏帝善让建立了西境政权 然而仅半个世纪 中原地区再次陷入战乱 宗室狼牙王司马瑞在建康建立的东晋王朝 东晋王国的前一年 刘毅为建立新王朝决定清扫贵族 东晋宗室司司马楚一路向北逃到了平城 投靠了北魏 然后和鲜卑贵族结婚 娶了河内公主 生下了司马金龙 所以司马星龙既是晋世后裔 又是混血 墓中发现的木板七画屏风以红漆为底 其中五块较为完整 静博展出的这块 上面描绘的内容分别为 《地顺恪守孝道》《周朝三太》 《鲁石春江与春江女》 以及《班基慈念》 这些故事都来自西汉时期刘相所编写的《烈女传》 屏风上还有大量书法提及 这些文字属于当今难得一见的北魏墨迹 1981年 在大同市小战村花哥塔台 发现了一座北魏时期的墓葬 墓主乃屯齐校尉丰河突 属于掌管国家畜牧野 军马养殖的高级官员 打开时发现早已被盗 不过摸金校尉还是给考古队员留了一点 其中就包含这件来自波斯帝国 萨山王朝贵族专用的皇家水果银盘 水果盘内通过锤叶工艺 打造了一位波斯贵族 在灌木丛中与三只野猪搏斗的画面 这位波斯贵族有学者认为 正是萨山王朝第四代国王巴赫拉姆一世 卫书中有记载 波斯帝国当年经常派遣使者来给北魏皇帝送礼 这件溜金狩猎纹银盘 是目前国内发现最重要的一件萨山王朝经营器 来自东魏时期的陈哲碑 原历于常治市原家陋村 清光训练间被发现 陈哲碑正面看有圆拱形佛刊 背面刻有碑文1404字 详细记述了陈哲家族仙人中那些高光人物的生平 从上周开始 他的祖先先后担任过各种国家要职 其中元祖曾与邓哀伐属 在灭蜀之战时立下大功 祖父陈哲在北魏元明帝拓跋寺时应召西真 同样羽获战功 而他自己更是文武全才 死后追赠带俊太守 不过他的孙子名气更大 正是大唐的开国功臣陈哀经 陈哲碑上的碑文属于北朝献客艺术精品 整碑更是佛教文化与中元文化碰撞融合的典型产物 太原市靖园区王国村附近 有一土岭称为靖王岭 岭边有两座大墓 20世纪70年代初 当地老百姓受到弱药妇挖古墓 撕宝变活宝的影响 直接奔赴墓口 开挖了一个约10米的大坑 考古人员迅速赶到阻止并发掘 根据墓中发现的名文 确定墓主人为北齐丞相东安楼王楼瑞 当无敌的隋唐盛世还未来临 在北齐除了首都叶叶城 陪都靖阳城同样是国际大都市 根据史料集墓之记载 楼瑞来自鲜卑族的楼氏家族 是北齐五名皇太后楼昭君最宠爱的亲侄子 楼瑞纵情彩色 贪图享乐 她的一生在加官免职 再加官的反复中反而步步高升 墓室内壁画约220多平方米 完美地展示了她奢靡豪华的生活 与对死后极乐世界的畅想 不过也让我们领略到1500年前 北朝时期高超的绘画水平 学者们认为 楼瑞木壁画的作者极有可能是 当时北齐超级画家杨兹华 2002年太原市王家丰村 当地的官员给考古柱打了一通紧急电话 村子的正村古墓竟然被盗了 王家丰村原名王家坟村 村子的名字就是因为这座王级大墓而得名 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 古墓至少被盗五次 破损的陪葬物几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 根据墓室内残存墓至盖上的名文 墓主人名为徐显秀 史料记载 徐显秀少年豪侠 北魏末年 他先投靠枭雄尔珠蓉 后又追随高欢 屡见战功 成为高欢的爱将 高欢建立北齐后 徐显秀成为泰国功臣 他曾在著名的洛阳之战中扭转战局 后被封为武安王 公元571年 徐显秀在静阳去世 这枚欠蓝宝石黄金戒指 是在清理棺木旁淤泥时发现的 黄金戒环造型为一对狮子 张开大口 咬住黄金戒脱 经鉴定 戒脱与戒环的含金量高达98.45% 这几乎已经达到了现代足精的程度 戒面的蓝宝石为碧玺 又叫猫眼石 蓝色的碧玺极为罕见 碧玺上雕刻的人物图案 正是宙斯的儿子海格丽斯 即便在今天 这枚戒指绝对也是一般人买不起的 徐显秀的牧室内 最精彩的是有面积达330平方米的史诗级壁画 然后直接成为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 如果你来到太原 千万不要忘记打卡这座博物馆 1999年 太原是静园区王国村的村民 担心连绵的大雨会浸泡自家的墙角 拿起铁球开挖排水区 结果挖到一块坚硬的石板 考古人员从天而降 发现石板下的大墓距离楼瑞墓仅仅600米 并且早在唐石就被盗了 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珍宝 只有这么一件汉白玉石果 石果为仿木购三开间 歇山顶式建筑 这可是隋唐时期皇室成员专用的 并且还是汉白玉打造极其罕见 石果的外壁布满了精美的浮雕 局部还有苗金 有意思的是 上面的54幅图案里 竟没有一个中原人 并且还发现了拜火教的元素 这可是古波斯帝国的国教 石果底部的墓志告诉我们 墓主人叫于洪 于国人 13岁就在柔然当了官 曾出使各国 是苏特人中优秀的外教官 出使北齐史刘居靖阳 然后又相继在北齐 北周和隋三朝为官 专门掌管入华外国人的事务 隋开皇12年 59岁的于洪在靖阳去世 然而史料中根本找不到 关于于国的任何记载 墓志上的于字也有被修改过的痕迹 于国绝对可以成为 未来穿越剧不错的素材 于洪牧石果发现后 在全球引起极大轰动 先后前往美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 来了一次全球之旅 直到2017年 才在靖伯首次正式农眠 胡人吃饼 骑驼永 1980年发现于太原市沙沟村的胡律侧母 胡律侧是北齐道隋时期的大臣 骆驼永非常结实 背上装满货物 因为太重累到张口尝思 就在货囊上的胡人 右手拿着一张胡饼 正美滋滋的咬下一大口 然后双眉舒展 两眼微闭 那满意的神态 仿佛告诉我们真香 胡饼也就是烧饼 因为味道好 制作方便又便于鞋带 再加上可以长期保存 也就成为丝绸之路 旅人间最畅销的美食 《太平预览》中曾记载 李书杰兄弟曾制作大量胡饼 靠到吕布的军队 近书中也有王羲之躺在床上 沉浸式啃胡饼的记录 胡人吃饼骆驼永 因为特别有画面感 所以被评为最可爱的文物 唐僧千里迢迢跑到天竺 取回了金卷 在北宋初年 得到了官方的木刻印刷 这就是开宝藏 此后还经过三次教看修订 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版本 靖康之便史全部被靖人掠去 散事殆尽 靖博之卷 《大班若波罗蜜多经》 是宋版开宝藏 圆福三连的印本 墨色均匀 字体雄伟 品质极佳 开宝藏目前在全球范围内 经存14卷 而国内仅有10卷 除了靖博之卷 其他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 与上海图书馆 另外四卷则被日本收藏 1979年 运城市济山县马村 村民们干农活时 又挖到青石板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将青石板挪开 考古人员也同时赶到 青石板下露出一个 黑漆漆的小洞 这一看就是稻洞 估计凶多吉少 这是一座金带砖雕木 虽然被摸 仍然出土了不少好东西 其中有一套24校桃宿 造型恶意生动船身 令人叹为观止 目前又是属于地球固品 吉山县马村金带砖雕木 共有15座 目前共发掘9座 这些砖雕木 大多为四合院名宅样式 砖雕细节满满 从人物到动物到植物 全部栩栩如生 如今已经打造成 山西金木博物馆 大家感兴趣可以前往 这是一件来自中国陶瓷史 空白期的青花瓷器 明镇统 景泰 天顺三朝 皇位争夺 战争平凡 饥荒不断 这段时间内 景德镇官瑶生产的瓷器 便不写年款 静博收藏的这件青花瓷炉 是个例外 不仅有明确纪念 内壁还有大同马士书的字样 并且以青花料写有三行波斯文 内容是取自波斯诗人 萨迪的诗迹果园 内容的含义 正反映了动荡的社会 与人民祈求平安的愿景 所以这件青花波斯文三足炉 非常珍贵 大同马士很可能是一位 来自大同级的景德镇回族匠人 在故宫博物院内 也有一件天顺年款的青花炉 是1998年香港实业家 杨永德先生捐赠的 在朔州北部的右域县 有一座来自明代天顺年间的大寺 宝宁寺 是明镇府为正边阵亡的将士们 超度亡魂而修建的 摆设水路道场超度亡魂时 便要用到水路化 宝宁寺内 保存有明代水路化139幅 水路画上面总共描绘有近890位形态 各异的神仙、鬼怪和人物造型 一般知名的士大夫文人画家们 都不愿意画水路化 因而水路化基本为民间画室完成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佛教文物 水路化被转移到隋远 之后回到静博 这些水路化历经600多年 保存完整 艺术价值极高 并且是全国现存唯一完整的水路化全途 富山可以说是整个山西最坚韧不拔的战斗派学者 32岁时 他作为山西的学生领袖 率领进京 为恩师袁继贤招雪平反渊暗 中年时 秘密从事反清复明20多年 49岁时被捕 严刑不屈 最终获释 73岁高龄时 坚持积极抗擒 绝食7日一试抗议 读诵是他写的一篇草书 书法飘逸 豪放不羁 直面意思是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 和对抗金主将李伯纪的赞赏 其实是抒发他对大门网络的失望与无奈 山西博物园 从来只有典藏精选 并没有绝对官方的正馆之宝 因为说不准明天就突然蹦出个新宝贝 随随便便就改变历史 甚至可能又发现一座石石级大墓 直接原地起一座新馆 并且除了地下出土 地上的宝贝 那绝对是堪称大陆第一 山西大地 好东西真的太多了 你只有亲自来参观 才能感受到静之魂的真正魅力